Hello大家好,我是老罗 我终于从沙巴雅比回来了 也终于有时间做我一直都想做的一期视频 就是槟城的乔治市与沙巴雅比 退休养老哪一个更合适呢 其实我不能直接给你下定论 因为它对应的人是不一样的 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 我把各种情况摆出来 你自己可以对好入座就行了 如果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 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我是生活在马来西亚二十年的老罗 可以说是最了解马来西亚的中国人 也是最了解中国的马来西亚人 我会告诉你所有我知道的关于马来西亚的事 和一些生活资讯 同时顺便带大家游遍整个马来西亚的鸡脚盖栏 带你看看最真实的马来西亚 槟城大家都很熟悉了 退休养老文明于四海八荒 曾经也有个名人怎么说过 槟城是东南亚最适合中国人退休养老的城市 没有之一啊 那么如今还是吗 我只是在乔治市生活过 全都是我生活过的城市的真实体验 这个生活节奏就是一个感觉 感受不到吉隆坡的匆忙 虽然吉隆坡对我这个 曾经被深圳虐过的小伙来说 也不算太匆忙 但槟城可以来的更加悠闲 这个体验在出行吃饭都是慢慢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沿海城市的天然配套 在乔治市随处都是海边 随处都是咖啡厅 百米葱刺就到了 你也不会感受到我在给别人挤或者下饺子 陆地反而是稀缺资源 所以槟城呢 现在一直在填海 槟城海边的风格也非常多样化 你可以是在海滩 也可以在海滴边喝茶 钓鱼也是可以的 当然有些地方是不允许钓鱼的 小心肉干 那肉干呢 是马来西亚形容罚单的一种名词 马来语叫撒曼的 这不是钓鱼啊 这个是在网鱼啊 这边是这钓鱼 所以你们这是网鱼也是合法的对吗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 钓鱼与网鱼都没有规格 你可能知道它根本没有限制 就是马来西亚比较随意 马来西亚对 它有相关法律 但是它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一是随意 二是那个人情味比较重 就比如说 你不小心犯了个什么错误 说实话 对不起就可以过了 对不起 真的 你比如说你警察来了 可能就是对不起就过了 是吗 真的 就是态度好一点 那有些人呢 他就态度不好 说起 最重要呢 当年东西方的贸易啊 不是要经过马来西亚海峡吗 他们在哪喝水呢 就是槟城 那么槟城呢 在这个水源地啊 还形成了个聚落 你可别小看水源 海岛城市和海上贸易 最重要的就是淡水 这是当年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以啊 当年的英子就大力开发槟城 也是因为这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啊 英子把槟城 新加坡 马六甲 合并成了海峡殖民地 所以海峡殖民地就这么来的啊 合在一起是因为各有用处 并且都在同一条线上相辅相成 当年英子派了一位小哥哥来管理 他的名字叫莱特 他非常大力的鼓励 华人移民来槟城 我估计和现在加拿大招人的目的是 一样一样一样的嘛 当年英子莱特登上宾岛的时候都傻眼了 小眼扫一圈 一共才58个人 其中三个人来自大清 分别来自广东和福建 我有必要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啊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这三个人分别是张礼 修赵济 马福春 他们一起四五年来到槟城 此后葬在丹庸道光土地公庙后房 相传大波公庙啊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三个人而建立的 那相传呢 张礼也是天梯会的成员 比莱特早来41年 在这里曾担任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说道 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 一位姓张的焦书先生 一位姓马的烧探人 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冰浪宇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被鼓励移民的地方 你看看中国人喜欢槟城是不是有点渊源呢 文化这块啊 槟城是拿捏的死死的 那么就真的合适你吗 不要这么快下定论 看完这只亲身体验的视频再说吧 那么在2008年 槟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古老的建筑 原装进口代代相传的人文风俗 包括学校都有可能是你妈妈读过的 我有一位印尼朋友 他小的时候啊 在槟城读书 当我听到他小时候在槟城读书的时候 我说哎不错哎 但当他说到 跟他妈妈读的是同一所学校的时候 我当时脑壳差点撞毛烟了 我的反应是 嗯啊哎 我好不夸张啊 这个学校就是这么悠久啊 所以他妈妈说 我的孩子也要去读 也告诉孩子妈妈在那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 我听着非常入迷 感觉像对于电视剧一样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校长是当年一位年轻的老师 但你妈妈把你带进学校 见到同一个老师那一刻 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 其实当年娘惹一族啊 在槟城留下来是非常多的 娘惹文化也被追溯到500年前 流传至今的家族也非富极贵 当然文化是神秘而色彩斑斓的 那么在槟城的古建筑中啊 也能看到很多那个时期的房子 也有娘惹博物馆啊 娘惹膏也非常好吃 槟城文化底蕴的深厚 要多感谢当地对文化古迹的保护工作 做得非常好 就好比你要买块地皮 地皮上有栋骨宅 那你是不可以拆的 你只可以修缮养着 整体社会环境啊 要相对的更温和一些 体现在两个方面 槟城乔治市的治安要比吉隆坡好一些 我们以前住乔治市沿海的酒店 晚上出门都很小心 我们就问本地人 本地人说放心吧 这一区的治安很好的 他说槟城的夜晚和吉隆坡的夜晚呢 是不同的 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 具体原因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跟朋友晚上走路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感受真是不错 也经常看到晚上走路的行人 有游客啊 也有本地人 在古城区的夜晚呢 还有租电单车的 很多围着古城转的情侣呀 有马来人 华人和印度人 还有各种嗓儿的人 这更说明 冰城在某些方面 其实更开放一些 我曾经在夜晚 把古城都拍完了 也是一个人 当时戏里呢 真有点害怕 因为我走这些小路 那小黑路就算了 两旁的店家 还都是古建筑 冷不丁了 挂几个要亮不亮的灯笼 一路走下来 差点把我冻感冒了 裤衩都是汗的 要是这个时候 穿出来一只黑鸭喵 我真的原地升天了都 不过幸好没发生什么 我其实在乔治市 居住的时间不算短了 毕竟我来马来夏 都这么久了 有时一期兴起 提着包开车就去了 所以这一点 感受还是颇深的 这里吃东西 你经常会碰到华人 就是你在吉隆坡吃东西 你可能碰到华人的概率 还没那么大 就像有些人来到吉隆坡 就开始抱怨 那有些博主说 马来夏华人特别多 我咋在吉隆坡 一个没见着呢 没见到会说华语的人呢 吉隆坡是国际大都市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你可能在那个区域 就没碰到华人 都有可能 但是在槟城 你没碰到华人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是吧 你说不定你碰到 一个马来人印度人 你给他讲讲华语 他都有可能 给你对打如流 你可以跟他吟师作父 有什么解渴的可以推荐一下吗 你要的我可以介绍给你 我的感觉 叫不闻人 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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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是读华校 从小都是讲华语的 对 我 开始讲华语 你家里面也是讲华语的 我的家里讲不容易讲华语 我们家里讲不易度人 我爸爸会讲 我的弟弟会讲华语 我姐姐两个姐会讲华语 中的三个人会讲华语 包括我四个人 并成人性格比较温和 就算我去拍摄 头来的目光呢 也都是非常善良 没有一丝的闪躲 或者敌意之类的 也愿意去跟你探讨一些东西 外出吃饭的时候呢 也能看到华语老板 全都是中文的世界 你看我之前一个视频 我在一个泰式的吧里面吃饭 跟一个朋友 那我说着说着呢 马来人开始跟我说中文了 说挺溜啊 所以大都市的尿性都一样 就是浮躁 这在并成很难看到 还是因为 宾城保留这个中华文化呀 非常完整和深厚 你如果从小在欧美 当你来到宾城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有种想哭的冲动 如果你是福建人 那就更容易触动你的小心灵了 那么如果你在大陆生活 突然来到宾城 你会发现 哎我操这种文化怎么感觉 和我们那儿有点不同呢 哎却有点神似 说不出来的清洁感 哎油然而生 还会有点小时候的感觉 我所采访的人当中和我所来马来西亚生活的人当中 我都问了同样的一句话 你为什么来马来西亚 是什么瞬间和moment让你走不了 他们的言语之间都提到了一点 这年有时比他们的家乡还要浓重 所以他们感觉到非常亲切 有点像小时候 但是呢又感觉比小时候更久远 哎感觉非常好 所以就走不了了 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 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印尼朋友 其实他想离开他现在居住的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巴厘岛 一个是槟城 我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巴厘岛当然很漂亮 但是你有孩子 一家人过去可不是旅游这么简单 而是生活 生活要讲究的是什么 生活讲究的就是生活配套 巴厘岛的医疗我是体验过 我之前在巴厘岛中暑了 去诊所开了抗生素 我吃完以后差点没把我送走了 我拍照给我的医生朋友看 他问 给你开药的那个人受医吗 所以我对我印尼的朋友说 我强烈建议 为了你的将来 最好搬来槟城 巴厘岛你如果是单身或者小情侣 我特别推荐你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 槟城的医疗吸引很多印尼的有钱人来看病 这个我亲自陪同过他们 他们给我的反馈是 我们周围的人 就是印尼人 一直以来都是来槟城看病的 就是离槟城近的 包括在野家达的人也会来槟城看病 他们来槟城 来新加坡 有时也会去台湾 反正槟城新加坡是最多的 他们说槟城的医疗技术非常棒 医疗设备也是不错的 所以来马来西亚你一定首先要买医疗保险 私立院跟度假一样 然后你就可劲造吧 这个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吧 还是我那个印尼朋友 他想带孩子来马来西亚 他很想把孩子送去读中 因为他的中文不好 他想让孩子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他说 未来的世界不是只有英文走天下的 一定是中英文都非常棒 才更有竞争力 而且马来西亚还可以学习更多方言 所以说马来西亚的读中给他了很大的信心 他希望孩子能接受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培养 他认为马来西亚孩子的语言天赋 走到世界哪里都不怕 生存不了 这是很多国家都给不了的 并且中文你从小不学 长大了学起来比英文难多了 我认识一些半拉的香蕉人 现在都在抱怨 当年他老爸老妈把他从小送进英国 没人教他中文 导致现在一副华人面孔 却说了一口不流利的回老中文 不知道为啥有时候还带点河南口音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好了 冰城先说到这儿 两地的正面交锋啊 我会放在最后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马来西亚的新晋花旦 本地的沙巴汉朋友啊 给我开的最多的一个玩笑就是 我们住的树上 不但有电梯 还有冷气 沙巴雅比的生活节奏 不能用慢来形容 可以说根本就没紧动 简直就是静止的状态 好像在宇宙中生活 看啥都慢 沙巴雅比呢 他不堵车 当然了 也是人比较少嘛 想去哪去哪 想吃啥吃啥 想干啥干啥 毫不夸张 随心所欲 在海边打高尔夫球 他的一年的会费 在两千多马比一点 打一场好像是几十块钱 挺便宜的 具体规则我忘记了 当初我的印象就是 麦当劳的价格 麦米的享受 马来西亚有句话 不是在喝茶 就是在喝茶的路上 在亚比喝茶 都感觉咖啡里面都有海味 海边喝茶的地方太多了 并且风景优美 亚比的空气能见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有点像澳洲 之前我在视频里也讲过 它不太像西马 而马来西亚最美的日落 就在亚比 关键是人不多 就好像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设施 只有两三只猫在享受 如果说槟城的海多 那么对于亚比而言 那就海了去了 走路小心点 别掉海里 小心点夸张 不过确实亚比的海 是西马 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比的 我只能用简单而有利的 三个字来形容 超级美 我之前的视频不是说了吗 来亚比的人除了带戈尔夫球杆 那就是鱼杆了 对 亚比出海钓鱼 那真是一个梦幻般的童话故事 改天呢 我给大家拍一集 我的海上历险记 第二 就是文化底蕴 亚比的文化与西马截然不同 你在亚比 你要说种族的事 你就跟外星人一样 什么华人不华人的店 通通给我咳劲吃 咳劲造 亚比可以说根本不像在马来西亚 相对西马 亚比更加融合 原住民华人马来人都叫沙巴汉 如果有一天我入籍 你不用叫我罗汉果 请大胆叫我沙巴汉罗 这里的人呢 有点与世无争 在街上其实包头巾呢 都不是很多 可能我去的那个区域不同 看到更多的是原住民和华人 啥啥分不清楚 因为他们晒的都挺均匀的 沙巴原来就是原住民文化嘛 现在也是原住民文化 因为原住民的数量真的很多 最早的也是原住民在这里居住嘛 对哦 不然怎么叫原住民呢 不好意思啊 沙巴的三大种族呢 是卡拉山人 华人和巴谣人啊 不要质疑我 这是维基PDR告诉我的 不要语言呢 还是英语和马来语 当然还有方言 比如说客家话 还有原住民他们自己的语言 沙巴很多客家人啊 这里的马来语发音像印尼语 究竟为什么也没有具体的史书记载 难道文来人讲话像印尼语吗 因为当年沙巴属于文来帝国的 以我对整个马来半岛千年历史的了解 小猜一把吧 也就在一千多年前 有一个帝国统治的马来半岛 就是三佛奇 当年从印尼挖出来很多金银首饰嘛 专家就猜 是三佛奇的黄金岛 对三佛奇有一个鼎鼎大名的黄金岛 传说金银财宝的数量啊 比你家大米粒还多 我还曾经做出过一个爆款视频来解说 在国内的平台浏览量超百万 不知道为啥在管子里异常安静 那么三佛奇呢 还有一个附属国 一直在给它进贡 严格来说啊 当年这个都不算一个国家 只是一个社会地区 但是那个地区呢 就是文莱帝国的最早的封地 在五百多年前呢 文莱就把沙巴收入囊中了 后来为了感谢一位小哥哥的军事帮助 就把沙巴送给了苏禄苏丹国 也就是如今菲律宾的一个省 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沙巴呢 还有很多菲律宾人的根本原因呢 那么这个三佛奇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就是印尼语 可能和现在印尼语有点不同啊 只是可能有点不同 但是一千年前的印尼在马来半岛 那可是相当吊炸天的 其战斗力也是非常强悍 马来西亚的巴胜之前为啥被称为皇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这一期视频 如今大家看到这个优雅的事情 都是当年以最原始的方式烹饪出来 那么沙巴跟中国的关系如何呢 那肯定相当紧密啊 可以说比西马还要紧密 咱分两点说啊 第一是历史原因 1400年前中国就与沙巴有商人来往 明朝永乐年间苏禄东王 曾经亲自率使臣来到中国明朝 北京拜见明成主 不幸并忽 藏于德州 部分家属及随从留在山东德州 其目遗址在中国山东的苏禄王墓 那么当年沙巴是苏禄王所统治的 那么苏禄呢 虽然现在是菲律宾的一个首 和当年的苏禄定义是不同的啊 当年苏禄是苏禄苏丹国 是一个王国 那第二点沙巴对中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意义 为啥是战略意义呢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哈就明白了 所以呢中国已经陆续对沙巴进行了战略投资了 以后的沙巴配套肯定会更丰富的 由于民风淳朴对于新移民来说更加友好 为啥我这么看好沙巴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城市 发展潜力最大的是哪 是不是市中心 不是吧 而是新曲 政府再重点培养一下 那就是风口中的猪啊 沙巴可以说天使地利人和 都配齐了 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 但是还是会有一个因素 会抑制沙巴的发展 您猜猜看是什么 治安方面呢 根据本地人说比喜马好很多 但是我没有长期居住 我只是问了很多沙巴汉 我说你听说过飞车抢劫吗 在亚比 他们都很惊讶 他说多少年都在亚比 没有听说过这个飞车抢劫 或者偷盗 或者抢劫这些东西 可能会有些小偷小摸哈 用抢劫这种东西 他们说很久没听过了 所以他们都说啊 沙巴的治安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因为坏人还没来 还是因为本地人 把坏人都原地惩罚了 因为主要是我真的 没见过警车这几天 这里的华人很多都会说华语的 工地还不错 只是不像槟城 一些马来人印度人也会说华语 毕竟亚比才刚刚开发嘛 这个医疗啊 我在这看到了一家 在吉隆坡非常出名的私立医院 在槟城也是有的 已经在沙巴亚比落地了 已经修起来了 你可以进去看病了 虽然我没进去过 应该也是不错的 毕竟牌子在那放着呢 就好像一个餐厅挂了一个麻辣食堂的牌子 那他的麻辣能不好吃吗 是吧 不好意思自恋一下 槟城属于老牌明星 雅比呢 只是一个心近小生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这方面 雅比一定会越来越强 毕竟连吉隆坡最强的私立医院都来了 当然你可以选择去台湾啊 雅比离台湾是很近的 沙巴有九所 华文独中 雅比有两间 也是有几所 国际学校的 所以 教育这方面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当然 他的中华文化 可能与槟城有点不同 因为历史背景都不同嘛 这里可能更偏向客家文化 那槟城偏向福建文化 不过我看这里的人 讲英文和讲华语 说的都很溜 那这就O了 基础教育在整个马来西亚 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强悍的语言竞争力 技能条给你加的满满 好了 来总结了 总的来说呀 雅比是一个新近海滨城市 有五大岛屿 让你潜水潜购 海鲜呢 是马来西亚最好吃的地方 建筑很新 城市很新 因为当年给炸平了嘛 所以雅比更像一个繁华的城市新区 基础设施不错 海市出了名了没 我们说 这个企业看着很有潜力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有一个 广阔的想象空间 那么雅比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有潜力 想象空间很大 而槟城因为一些历史原因 文化底蕴更深厚 但是海不如雅比美 想象空间呢 不如雅比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退休养老 不喜欢人多 喜欢达达高尔夫 出出海 像夏威一样的生活 悬在雅比就没错了 地儿大 人省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啊 一家人 一条狗 一只喵 住在美丽的海边 今天在海边达达高尔夫 明天出海潜水 优惠美人鱼 晚上吃一顿海鲜 美呀 如果你喜欢人多热闹 更多历史建筑 更多小技小巷的文艺生活 更好的中文环境 那就选择槟城吧 好了 讲到这里呢 大家心目中 有没有向往的那个城市呢 欢迎在下方里面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